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空瓶的分享 这个袋子里面放的就是我最近用完的一些空瓶 没有什么顺序 拿什么说什么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OTL的大葡萄喷雾 这个喷雾是我的真爱喷雾 我应该说过无数次了 我特别喜欢它 就是它比亚样 李福全 威兹什么那些喷雾 我觉得都要好用 这个我就觉得夏天喷它尤其的爽 洗完澡之后特别热嘛 然后就在身上也可以喷 就这么一大罐 而且它的喷头啊 就真的是喷到最后一滴水 它的喷头都是好用的 所以强烈一下大家推荐这个 是一个洗发水 资生糖水之蜜语的这个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我也是 天哪 这不是洗发水 这是护发素 好吧 资生糖水之蜜语的这块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我先比那个洗发水先用完 洗发水现在大家还剩那么多 护发素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然后顺滑的效果也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它含硅 它含硅 我觉得它含硅 然后我刚看了下它是成分 它确实含硅 因为它确实挺滑的 而且是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假滑的那种感觉吧 不过就是我用下来觉得还不错 它的味道它的顺滑程度还不错 就在它这个价位的话 我肯定不会再去回购它了 这一个沐浴露就是这个可悠然他们家这个沐浴露 这个就是在去人市就能买着啊 它是一个日本牌子 而这个沐浴露的话我觉得挺好用的 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爱用品里边 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啊就是前胸就摸起来不是特别的滑 就感觉有点那种小颗粒 但是呢它又不是说很明显的一个一个红点 它不是 它就是摸起来不是很滑 无论我是用错岛筋也好 还是用磨砂膏也好 就是最近它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在怀疑是我的身体乳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 我现在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东西的问题 但是这个我现在用完了 然后我开了新的沐浴露 我用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好转 如果说有好转的话 那就说明就是它的问题 它是一款就是无论说从起泡能力 还是说它的味道 还是它在喜感上面都是一款很棒的沐浴露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导致我前胸会长一些小颗粒 所以我想再看一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如果说你之前用过你觉得它没问题的话 确实这款很好用对不对 它的一个最大的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它弄到浴球上面 然后浴球可以起特别丰富的泡沫 然后你清洗浴球的时候 是非常快速就可以把它清洗干净 它不会说是一直不停的出泡沫出泡沫 让你洗很久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算是半推荐吧这个东西 然后是这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就是那个屈人士他们家 就长这样瓶子大家都知道 是橄榄的 橄榄凝基润户身体乳 就屈人士他们家自有的 这个身体乳我在爱用品里面给大家说过 它的味道是挺清新的 很适合夏天那种味道 然后也很好推开 就是在我眼中没什么缺点的一个身体乳 我刚开始以为它会很厚重油润 不是很好吸收 但我错了 它真的很好吸收 它的滋润度的话我觉得只能打中等 不是很润的那种 所以比较适合很怕身体乳黏黏黏的那种姑娘 可以买它来用用 那它的缺点就是用很快很快很快 但它价格不贵 所以还是挺值得推荐的一个身体乳 最后是两个Snell的东西 一个是Snell他们家这个 他们家这个系列 就是柔和泡沫系列的这个 卸妆乳 还有一个柔和泡沫系列的这个 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我剪开来用了 就是这两个 都是他们家粉色字 大家认准这个就行了 首先我先说这个卸妆乳 这卸妆乳是我觉得非常一般的一个东西 就我肯定不会去推荐它 卸妆乳价格并不便宜 但是它给带给我的使用感 和它那个卸妆能力 或者就是所有的方面都让我觉得 100块钱 就是值100块钱的一个东西 就和开价的卸妆乳没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用出它的高级感在哪 相反就是我每次用它 我都觉得会弄到嘴里面 然后他们家是那个山楂花的那个味道 是很香 挺好闻的 但是弄到嘴里面很不舒服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这款 而且它质地特别特别的细 觉得太一般了 但是这款 这款洁面我就非常喜欢了 你们可以看 我把它用得干干净净 我把它都剪开了 这个洁面 它有150毫升 虽然说它价格不便宜 虽然说它价格不便宜 但是它的毫升数很大 所以可以用特别久 我觉得也是值的 我感觉这一罐我用了得有 至少得有5个月 差不多 小半年的时间吧 它是那种不用急很多 就能出很细腻绵密的 绵密紧实的那种泡沫 我会用做晚上的洁面 就是我在卸妆之后的 这个二次洁面 我都会用它 那它味道很好闻 它就不会把那个味道弄到嘴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东西就那样 洗完也是洗得很干净 脸很白一净 但完全不会紧绷 完全不会紧绷 我是混合性的皮肤 脸颊是比较干燥的 但是我觉得它也不会紧绷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款 我挺让大家推荐的 之后又扒出来一个身体乳 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也是一个日本品牌的一个身体乳 那这个身体乳是我用下来觉得没什么感觉 就好像在我不知不觉中它就用完了 它的质地特别稀 然后它就是很废 就是我感觉没用几次好像就空了 它这一瓶是250毫升 味道挺香的 是那种挺清新的那种花香 也是挺适合夏天的 然后它的滋润程度 我就觉得比这一瓶要好 虽然它说它质地很稀 你很怕油腻的话 夏天你就不要用这款 但是我的身体 我觉得夏天用这款还挺舒服的 但是你要说它真值得 很值得推荐吗 我觉得也就那样一般般 所以我这个应该不会再回购了 又是一个发油 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不会念 这个它是一个日本牌子 大家应该认识这个牌子吧 这个发油我用了特别长时间 虽然你们看它不大一瓶吧 120毫升 我感觉我用了得有四五个月 才把它用完 我每次大概是压 五泵到六泵 然后涂抹在发尾 因为我头发比较长 这个发油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好闻 然后它滋润程度也不错 它吸收的也很快 就是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缺点的一款发油 然后它的价格也算便宜 但是我这一罐买的不便宜 因为我是在伦敦的那个中国城里边的一个卖韩庄的店 不是卖日装的店里面买的 所以它的我这一罐的价格并不便宜 但如果大家在淘宝的话这个价格是不错的 可以买来试试看 我也很推荐给学生导 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好呢 我没有感觉到 因为我这个人用发油一直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行 性价比不错 然后是一罐这个是福尔曼的一个优能换彩按摩水晶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之前在那个做美容的地方买的一个按摩水晶 然后我就后来把它随便擦擦擦擦擦 那我就用完了 然后是一罐这个 Innes Free他们家的苹果卸妆膏 这个就是特别普通的一款卸妆膏 没什么好说的 用了没多长时间就用完了 然后它是那种 它的质地特别软 然后有一点油 如果说天气很热的话 我感觉它会有点化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点稍微有点露 露出来油腻腻的 一般般吧 这个肯定不会再去回购了 就是一罐洁面 是曼丹的这个洁面 是这一罐曼丹的洁面 那是碳酸的一个泡沫洁面 它挤出来就直接是泡沫的那种 但是它的泡沫很细腻 分达的味就是碳酸的 碳酸饮料的那股味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不错了 然后洗起来的话也还不错 就是无功过 我没有觉得它很好 但是就是拿它做沉洁洁面也还OK 可以清洗掉隔夜的油脂 但我比较推荐大家放在夏天去用 因为它泡沫比较密 所以它的清洁力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是很油的皮肤 夏天用它会很爽 但如果是干皮的话 就不要拿它做沉洁洁面 拿它做晚上卸完妆之后的洁面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一罐精华 一罐这个什么 魔力白冰精华 牌子在这儿 我不会读这牌子 这个精华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味道是一股葡萄味 非常非常浓的葡萄味 不说难闻是葡萄混着酒精的味道 所以我刚开始用它有点醋 但是我一瓶用下来 我没有觉得过敏 酒精没有把我的皮肤变糟 可是我觉得就是 我也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效果 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抗氧化 外加这个修复 就是可以帮你抵御 外界环境对于皮肤的伤害什么 它这么写的 但是效果我肯定是没有看出来 然后我也不会再去回购它 它如果单用的话 吸收的还是挺快的 就是它混着那个赛贝格的VC粉 它会搓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反正就是没有给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我就不会再去回购 之后就是 静姬贝莲的这个 眼唇卸妆液 我常年回购的一个眼唇卸妆液 很好用 就水油分离也很慢 卸得很干净 特别推荐 特别喜欢这个 之后是一个派的眼霜 眼霜我也感觉用了挺长时间的吧 我基本上压一蹦 就可以用两只眼睛 那它的味道 我觉得还算不错 还算天然的一股味道吧 是有一点点油润的感觉在的 所以我挺推荐给眼下 会觉得有点卡纹啊 有点干的那种姑娘 我觉得妮可挺适合使用这一款的 那我基本上就是 我的眼下确实很干 但是我擦眼霜很勤快 就是我每天晚上 一定都会好好的去按摩我的眼睛 刚才说我在上妆之前 是不喜欢擦眼霜的 因为要贴刷眼就贴 但是我只有晚上那一次眼部的保养 都足以让我的眼下 在上妆的时候不卡纹 所以我觉得大家 无论说买什么眼霜吧 好好的去擦它 就是好好的用一些按摩的手法去按摩 把它让它全都吸收了 我觉得无论什么眼霜 是挺好用的 就是它的润度都是挺够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还不错 这又是自生堂伊利斯尔的这个防晒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它前段时间特别火 然后这个我已经完全用完了 这是我秋冬的时候 特别爱用的一款防晒 就是天气比较冷 我在上妆之前 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晒 并且是一个保湿滋润妆前乳的一个作用 我就觉得非常好 而且它跟我的所有底妆都不会搓泥 都不会打架 特别喜欢它 今年的秋冬 我还是会回购它的 应该是一个长期爱用的一个防晒吧 然后是这一罐欧书丹的沐浴油 那这一罐沐浴油呢 就是杏仁味的那个沐浴油 是我之前买的一个套装 它里面带的嘛 这个沐浴油我觉得它的味道 就和杏仁的磨砂膏 还有身体乳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不是非常喜欢它 是因为这个沐浴油这个东西 它起泡力不忍强 就让我觉得洗起来 没有一种很享受的洗澡的感觉 然后它确实是有一定滋润度的 所以放在秋冬又是挺好的 后来我大概剩这么一点底的时候吧 我就拿它来洗刷子 我发现它洗刷子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有油的成分 所以对于刷子的毛是有一种滋养的感觉吧 那还挺好用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再去回购它了 可是这个瓶子挺好的 旅行可以带着 这瓶子我会留着 75毫升的一个瓶子 然后是一个SA2的氨基酸洁面 这个洁面就是我的常年爱用品 这个不用给大家多说了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洁面 这是一个中样 然后是一个欧书丹他们家 和这个杏仁沐浴油 一个系列的杏仁护手霜 这护手霜吸收特快 擦了跟没擦一样 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肯定不会去回购 这个系列这款的护手霜 然后味道的话还不错吧 之后是这个赛北格的维C粉 我这是三支 每支是1.95克 然后这三支 其实我感觉我没用很长时间 就把它用完了 我看到美白效果了 它确实是纯度非常高的那种维C粉 它完全没有什么味道 混在精华也可以 面霜也可以 之后我就把它会压在脸上 我经常会拿它去混 那个哈巴那个角砂锡 那个油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 所以我如果有机会 肯定会回购这款美白粉 然后我下回应该去回购 那个大支妆的那个吧 我用完它之后 我就会第二天醒来 发现我的脸是一个挺明亮 挺白净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功劳 这个很向大家推荐 然后是一个确认室的牙线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确认室都有卖 我就老用这一款 我觉得便宜好用 挺好的 这是一个Hourglass 他们家这个美笔 我买来之后一直一直在用它 但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这个质量啊 它确实外观看上去就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装柜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这个食物的质量 它这个笔特别容易断 我当时第一天拿到了 它就已经够断在里面了 就是这么长一截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从里面拽出来 它就已经断在里面了 但是一直都可以用 所以我也没管它 然后它后面这个眉梳呢 也很容易歪 就你们看它是歪的 它这个东西的质量 我觉得就用是可以用 但是它卖这个价格 然后做这个质量 我就觉得一般般需要再加强吧 但它很好用 就很好画 持久度不错 上色度也是刚刚好 对于我来说啊 而且它是砍刀型的 我觉得也是特别方便 特别快速就可以画出一条眉毛 我用它的情况下 不需要用任何的眉粉 什么之类的东西 有时候染眉膏 甚至都可以不用 所以这个我挺向大家推荐的 但如果它可以把质量 再做得好一点 那就更好了 然后是两个Dolly Wink的东西 一个棕色眼线笔 还有一个棕色睫毛膏 这个眼线笔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太软太细了 不适合新手 会觉得好像画不上 然后也不好掌握 但如果你是老手的话 我还挺推荐这个 而且棕色的很日常 然后它这个睫毛膏 我就觉得还好 就是浓密线长都那样 都差不多一般般中等 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再去回购了 然后它稍微有点晕 在我的眼睛上稍微有点晕 就戴妆时间长的话 会稍微有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如Kiss Me 我以后会回购Kiss Me 不会再买这款 这些扔掉的一些彩妆啊 有这个3CE的这个高光棒 然后它这个已经 赚的这个已经坏了 我买了很多年了 就把它扔掉了 我之前买的是Peach颜色 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不太值得买 因为它是高光棒 所以除非你用手去这样涂抹 然后很小心的把它压在你想要打高光的位置 否则你直接拿这个拔出来 然后在脸上这样 你的底妆就会花了 然后它的效果 高光的效果的话 就是挺自然的那一种 所以也不太适合先上这个再上底妆 先上这个再上底妆 你上完底妆之后就看不见它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一般 很积累 不会再买了 还有一个美宝莲的这个眼线膏 它已经完全干了 我买了挺长时间的了 完全干了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了 它这个眼线膏的这个刷子还可以吧 然后这眼线膏刚买来是挺好用的 但是我很少拿它来画眼线 我很多是拿它来画一些特效的妆 比如说乱七八糟 涂涂抹抹抹黑色的那种 那种妆容我会用它 所以这个我就扔掉了 时间也很久了 这是一支资生堂的这个眉笔 这个眉笔真的是我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就买了它 是资生堂的惹我眉笔 它是那种需要自己用钻笔刀去削的 这个已经完全过期了 然后它已经也画不出来颜色了 这支眉笔大家都很多人推荐 都说它很好用 所以我当时才买的 但是我却觉得它不好用 就是不说它过期了 它就算没过期的时候 我觉得它上色度也很一般 所以我不推荐这个眉笔 新手我觉得也不要去尝试它 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很好用的新手可以去买的眉笔 就是Kate加这个眉粉 这个眉粉已经基本上被我用成这样子 后面就稍微摔的 它有点掉了 然后最下面那一格我一直拿来画笔影 挺自然的很好看 那这个应该不会去回购它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好用的东西 我很向学生党或者新手去推荐这个东西 非常确实非常棒 但是我不会再去回购了 一个是Bear Minerals家的这个防晒 防晒我在两次的雷品分享里面 给大家说过我非常不喜欢它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把它扔掉 具体我怎么怎么的不喜欢它 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雷品分享 真的 这个东西太难用了 最后最后就是两个刷眼皮贴 一个就是素肌的刷眼皮贴 一个是大创刷眼皮贴 大创这一款是宽的 对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两款都是我很喜欢用的 刷眼皮贴 我之前觉得大创这个一般般 但是我后来用着用着 我今天眼睛上贴的就是它 我觉得很好用啊 而且就感觉和这个差不多好用 然后价格也比这个便宜 所以我以后可能会更多的回购大创的这一款 那素肌的这个呢 确实好用 宇宙无敌般的好用 就是这个素肌这个确实好用 贴的也紧啊 也挺隐形的 大家这两款都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我就是一个离不开刷眼皮贴的人 在我割刷眼皮之前 我是肯定会 只要化妆一定会贴刷眼皮贴的 所以这两款我挺推荐的 好了这就是所有的空屏的分享 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我们这支视频就到这了 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